当年就是王宁相当于是后来北京的对吧 上次你也讲了 对对对对 他们刚来的时候 差不多 过去都是什么统一招生统一分配 对啊 那个时候刚来后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播新闻联播了 就你们俩谁先播的 对对对 我先播的 你先播的 对对 王宁我印象里大概是 王宁是八九年来的 对应该是在八九年的 靠年底的时候 八九年十月二十四号上了第一期节目 十月 因为他来的时候 就来没有多长时间就上新闻联播 那天上完班以后 我是到他办公室 就是去跟他一起 我们俩下班回家的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十月二十四号 你记得你第一次上新闻联播的时间吗 他说了吗 刚才六月八号 那就是八 也是八九年吧 八九对 那他早一些 早几个月 早几个月 那也就当时你们比较而言 谁的生活条件更好一点 肯定他们呢 王宁早就上班了 他是家在北京 我在台里边 就单身宿舍一张板床 就你们互相 谁帮助过谁吗 那个时候 当时我跟王宁 我们俩结婚不久 有一个自己的小家 然后当时杨柳还特别热心地说 那个师哥师姐 如果在装修方面要需要我的 我处理 他有朋友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专门领着朋友到我们家 去看了我们那个小屋 然后说给我们要装修 因为那个八 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装修也不是件小事呢 所以我们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最后的结果是 他把他自己的抓了 没给你抓了 对 后来就 我没房子 对 后来看了看 可能觉得这个房子 可能成本有点高 没有 后来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特别感动 就是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当年啊 当年相当于你还是一个 就住单身宿舍的人 人家已经有家了 你去蹭过饭吗 那倒没有 没有 那倒没有 因为一直没给我装修 后来我就没让他到我家来 他们就是 我师姐和师兄他们 我知道就是他们当年结婚以后啊 是不在一起的 一个在青岛 一个在北京 当时青岛电视台说 我们好不容易招来 这么一个这个播音员 当时是江涛和王宁 两个人二选一 全社会招生的时候 选了王宁 江涛就没有选上 唱歌的江涛 是吗 青岛全两千多人报名 最后剩他们两个人 然后最后他俩 他俩现在见面还说呢 说呀小哥你看 我要唱歌 可能唱不到你那个份上 你要播新闻联播 可能也播不到我这份 咱俩都带了自己 就是那个汪汪头上在爱的 你别说江涛那个脸 确实有点像新闻脸 对 当时呢他比王宁大一点点 要不然二选一 所以后来八九年 又赶上有招人的机会 近人的机会 对 这才团聚了 下次你们那谁来了请 要请王宁老师 你们就把江涛请来 让他们自己说出他俩的 考彭院主持人的故事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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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